我這次講到全人的健康和健康的自我形象 就是整個人的健康 包括如何得到釋放、如何得到醫治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難得到醫治、得到釋放呢? 就是因為這個不是整個人的心靈健康 這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要求主幫助我們達到這種全人的健康 第二就是我們幫助達到這種全人的健康 好了,那全人的健康包括 首先就是神和神的關係有幾個不同的方面 第一就是和神的關係 而和神方面就是我們第一就是享受神的愛 就是和神有這種親密關係,時時都享受神的 還有正面看神,心裡都沒有說 神為什麼對我不好啊? 為什麼神會這樣啊?為什麼神不幫我啊? 為什麼這麼多災難啊?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將這些怪在神的身上 其實不是神給我們的 是這個世界的人給我們 是罪給我們的 我們的心對神完全是正面的 這個都是得醫治的很重要的 還有遵從神、適奉神 就是和神所吩咐的都遵從、適奉 詩篇十六篇八字一起讀 我將耶穫說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我面不自然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原來和神一起這麼好啊 大偉將耶穫說常擺在他面前 他的心就歡喜,靈快樂 肉身都安然居住,整個人就平安興省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基礎一定是建立與神的關係的 享受神、喜歡神、感激神 於是整個人都活在一種享受神的狀態 又願意行神的路,又對神是完全正面的 這是一個健康的一環 好了,這就是剛才說的 第一就是和神 第二就是我們的心理、思想、情緒和前面識 就是我們的人有我們的魂 我們的思想、意志、前面識 很多時候是有很多負面的人 我們是靠主耶穌去處理 去幫助我們的心是潔淨 那有些什麼呢?一起讀一下 正面思想、平安、喜樂、夢也持平安 即是說思想是正面的 而整個人又平安、喜樂 這個就是情緒 然後前面識就是發夢都會平安 那就是人是平安、整個人都平安 但事實上不是個個都是這樣的 以及人始終去到一個程度是去不到的 那我們是追求,是一條路來的 為何越來越興省、越來越平安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一起讀一下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志願 補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真言十七章二十節 喜樂的心乃至楊 憂心的乃至楊 憂心的乃至楊 那聖經也說到我們和神的關係 以至我們整個人都開心 即是早早飽得神的志願 信了耶穌之後 是充滿神的愛 以至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同樣做基督徒 有些人做基督徒是做得很辛苦的 是很煩的 很多埋怨的 很多不開心的 他們會怪責我 是誰不好 那個不好 這個人對我不好 以前傷害過我 甚至有些人說 教會不好 教會的人不愛我 就將所有責任推卸在人的身上 但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是怎樣的人 是我們自己負責的 不是別人負責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的確不是很多人 是關心人的 如果我們靠人的關心 我們一定會有很多失望 你會想著 我希望這個禮拜有人關心你 可能你這個禮拜沒有一個人關心你 希望這個月有人關心你 可能這個月都沒有人關心你 那你說 為什麼聖哥又說彼此傷害 這個是我們去做出來 當你越愛人 就越有些人會回應你 越不是去關心人 就越少人去關心我們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 我們越不開放他越不知 這樣的時候 我們跟他就很難有聯繫 人就會很少關心我們 所以這個都是 你期望的時候 你發現得不到 你祝福人 你又會得到更多 所以這個思想 大家想想我們的思想情緒潛意識 潛意識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潛伏在我裡面的那種感覺 譬如很簡單 有些人見到 譬如有些人做得不好 他立刻想什麼 唉 又失敗了 有些人都會說我做得不好 唉 我又失敗了 我都是沒有用的了 立刻想到一連串的東西 即是好像怎樣呢 有些事情發生 他就好像開了一個罐頭 英文有句話 It's a can of worms 什麼意思呢 即是有些人打開他的心 發覺裡面好像很多蟲 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一不開心之下 唉呀 我又做錯了 人又不喜歡我 我又做得壞 我又失敗 全世界都沒有人喜歡我 我是整定不好的 有些人一世人就會在這種情況之下生活的 那時候他思想又負面 人又覺得人不好 情緒又不好 發夢都不好 很重要的這句說話一起讀 底下的句說話 正面思想情緒責任在我 力量從神來 即是我有正面思想情緒 是我的責任 不是別人的責任 即是我有責任 別人對我不好 我都依然正面 這是我經常選擇的 有人對我不好 我依然說 神愛我 神體做我 我就選擇 但力量從神來 不是我有力量 我沒有力量喜樂的 一定是從神 我親近神也得到喜樂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得力的來源 如果不是 我會告訴你 長期侍奉 或者長期做一些事 你做了一下就開始借了 開始覺得對人很失望 開始覺得很難做 開始厭惡 開始會枯乾 開始會Burn out 即是 Burn out 即是 好盡 很多人是會逐漸好盡的 這個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知道 這個世界 總是有很多不好的事 但是從神我們就可以時時得到力量 好了 這句說話我剛說完的 正面思想和情緒 責任在我的力量從神 大家一起讀這幾句 別人不好 我責任放手 他不好我責任放手 有時有些人在網上抹煞這些說話 誰又對我不好 誰又不理我 誰又不幫我 都沒有人關心我 信耶穌的人又說 信耶穌的人又不愛人 這些就是把責任推在人身上 的確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不過是他的責任 我依然可以起落 不是要等到人對我好才會起落 我的責任 從神有起落 即是我有責任 我自己從神有起落 其實 起落 最主要最主要是從神而來的 如何從神而來呢 以及從人而來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你想著 這個禮拜天有沒有人對我好 這樣的時候 是會失望 就會很難有起落 有些人他就會怎樣呢 他是希望由人、朋友去玩 玩得很開心 而開心 有些人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 希望有些新事物發生 所以他們玩遊戲機 找些刺激的 再刺激的 找些新事物去做 總是由人和事情發生 來得到開心 其實這樣的開心是很不穩陣 所以很多人這樣追求 越追就慢慢變成情緒病 但是從神起落平安是很穩定的 是不改變的 這是我們天天追求 你有沒有這種平安起落呢 有沒有說親近神就平安起落 我起落可以從人而來 不過不是需要從人而來 有時候人會帶給我們起落 但是這是一個 其實也挺少發生的 是吧 在我來說 其實我也看到一些人改變 我是會開心的 但如果我靠這個開心 來到這個星期 開心 是會很少的 是吧 其實我看到我幫助不同的人 我看到不同人的幫助 我是開心的 但我發覺如果我靠那些的起落 譬如幫到一個人很開心 他就改變 很快樂 如果我靠這種快樂 我這個星期有起落 實在太少太少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驗 幫到一個人很開心 或者帶他上耶穌 很開心 你會不會整個星期就充滿起落呢 不會的 你是會開心 但不會整個星期 但是從神就可以日日有起落 所以我一定要清楚 我有責任從神有起落 接著 我有責任照顧內心 你的內心是你有責任去照顧的 所以這句經文一起讀 深圳四章二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心 聖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切果效時有心犯罪 當我們將責任放在人身上 保守我們的心 聖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就是由我們的心如何處理 當我們將責任放在人身上 這樣想的時候 就會經常失望 也會埋怨人 這樣的時候 經常都不會多開心 經常都是一種憂傷 不開心的狀況 但如果你每天都重慎得力 你的喜樂就會穩定 好了 另外 現在我講到全人 零性 第二就是思想意志 感情情緒 以及潛意識 這裏就是身體健康食物睡眠體能 這些都是要照顧的 有很多人沒有在這方面照顧 搞得怎樣呢 很累 都不知為何會這麼累 整天都辛苦 整天都痛 當然有時有些身體的毛病 是不是自己控制得到的 不過其實有大部分人的身體問題 是可以自己照顧到的 是因為情緒而帶來的身體毛病 因為情緒一定會影響身體健康 健康的食物 早睡是早睡覺不思想 這句話很重要 一起讀 睡覺不思想 你有沒有試過旅遊 他說 走路就不看景 看景就不要走路 一邊走路 一邊走路 一邊走一邊看一邊拍照 一邊拍照 一邊走一邊看一邊拍照 一邊拍照 誰不知就能復活 走路就不看景 同樣睡覺就不睡覺 思想就不睡覺 思想就不睡覺 思想你就起床思想 你有沒有發現 睡在床思想的結果是怎樣 睡不著 睡不著 在上床最好是完全鬆了 整個靈在神裡面很輕鬆 好像跟神在飛舞一樣 耶穌 一直享受放鬆 你就會很快睡覺 如果你不行 你就起床 站在這裡 祈禱到睡覺 睡到為之 這樣的時候 你發夢都會平安 詩篇四節 這八節這個很重要 一起讀一下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理而何使 我安然睡覺 神叫我們睡得好 這也是和熟靈有關係的 熟靈的人就會睡得好 身體就會健康 另外就是人際關係 我們想人際關係有幾點很重要 第一 一起讀一下 接受人的聚醒 如果我們說 我希望人是很好 但很多人都跟我說 那朋友原來這麼壞 當然我們不是說 意思是什麼呢 人是沒有完美的 但我們不是隨便找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要分辨的 幾種的關係 同事 普通的朋友 特別好的朋友 知己朋友 或者在主裡的 同心合意侍奉的人 是有不同的程度 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你希望你的普通朋友 個個都很好 發現他令你失望 如果你期望他們 每天和他一起吃午飯 每天和他一起吃午飯 每天和他聊天 每天和他聊天 你期望他 這個人當然對我好 你有一天會很失望 因為我做過很多學生工作 有些學生跟我說 哇 我一畢業 以前很好的同學 現在完全不理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種經驗 上學的時候 每天都看見面很開心 一畢業 好像沒有了校文 這個關係 只是因為上學 所以一起 所以當我們期望 某些人 特別對我們好 是很多時候會失望 但是對人沒有期望 不是的 看看這個關係 如果你是同工一起服侍 我們必然是建立這個關係 如果是弟兄姊妹 我們都會建立關係到一個程度 但是是不是個個弟兄姊妹 他都必定是很好和很愛主 一定是做的事都是見得光的呢 有時候不是的 所以我們如果期望 我們的弟兄姊妹 個個都很好 有時候你會失望 當然我們作為雕童 我們應該有最好的表現 最好的見證 但是的確很多人不是的 所以第一 接受人的罪性 你會少很多困難的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不開心 都因為看到人的罪性 或者家人 覺得接受不到 當你接受到 你看到就不會覺得很奇怪 在我小時候成長 我看到家庭有很多問題 我也都知道很多人家庭有問題 可能一方面是男性 第二方面可能是性格 第五型性格 那個思想是比較脫俗的 我是第五型的性格 那些科學家 那些隱士 很多是第五型的 他會有自己的思想世界 那我自己是屬於第五型 但第五型的人 是會不理會人 即是不和別交的 但我又會和別交的 我又會和別交的 即是把我保足 即是我的本性 是可以 不是很受影響的 所以當我看到家人 這樣的時候 有很多問題 我就看到人有這麼多罪性 我的心裡面 就小小已經接受人的罪性 當我一信耶穌 我就覺得 哇 真是神最好的 而我在基督徒中間 我疏信主 的確在教會中 看到很多好的基督徒 不過我後來越接觸 我就越發覺 有些人甚至是侍奉的 是可以 亦都因為他接受不到人的問題 那是怎樣呢 他期望我是很完美 當我不是很完美的時候 他又會不理會 反面 背後說閒話 我也受過這些傷害 這就是人接受不到人的罪性 當我越接觸多這些情況 我慢慢開始 我對人是放手 但我又不是不看錯人 我看錯人 我想祝福人 我見車人也祝福人 其實有些人 某些人 代表這個 例如某些人 有些人對他如如放棄 甚至有些人告訴我 你小心這個人 他講說話 很多負面的事情 他的行為很多負面的事情 但我依然 我接受他是這樣 我見到他是這樣 我又不出奇 但我的心 經常都想引領他 我有機會 我就會引領他 即是帶領他 我接受他的罪人 但我不期望他身上得到什麼 但我很想幫到他 這就是一個心態 不受人影響之餘 又被人祝福人 這就是人際關係 當你有這種心態 人際問題就會少很多 亦都能夠連署人 連署人 即是說他做錯有什麼出奇 我們想想 我們自己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做錯得很離譜的事情 有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 當你有犯過 當有人都犯錯很嚴重 你便說 不要緊我都犯過 其實人人都會的 那你就會容易 但有些人 自己犯的錯 就很少提 人家犯的錯 就很出去提 所以造成他很 覺得 我這麼完美 為何人這麼衰 這些也是我們 要求主赦免我們 還有有一個 建立人 祝福人的心 經常都幫人 六間福音六章三十八節 非常好 你們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 並且用十足的聲斗 煉搖帶暗 上尖泡人的賭載 你們懷女 因為你們用什麼良器良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器良給你們 這個心態真的很漂亮 他說你給 其實原文是沒有說給人 給人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是說給人和奉獻兩樣的 當你甘心樂意奉獻給神 和你甘心樂意去幫助人的時候 就必有吸你門的 並且是十足的聲斗 稱到十足連搖帶暗 即是像米一樣 又搖又禁 上尖下流 像米 尖滿了 一直下面流 倒在你們懷女 因為你用什麼良器良給人 你用一個小良器良給人 神就用這個小良器良給你 但你那個大良器 你見到人就想祝福人 神就把很多恩典給你 我想問大家 在你周圍你見過有多少人 經常都想祝福人 見到人就祝福人 見到人就幫人 見到人就幫人 有什麼機會就幫人 有這樣的人多不多 多不多 多不多 你有沒有多變成這樣的人 即是變成人就幫人 有什麼機會幫人就幫人 就不計較人怎樣不好 他不好 不要緊 世人都是犯罪 不好的所謂 不要緊 要我們接受人就是這樣 我先說到我這個背 即是我這個聖情比較容易 即是不給人影響 但也有一件事就是跟人疏離 但是神又給我這個心 是想祝福人的 這個就是神去醫治我的心靈 很多人的問題 很多屬靈的人 他的問題就是跟人的關係 就是怎樣 他接受不了人是有罪人 也都沒有這個連率的心 有時候有些人很想 想帶人說耶穌 不過目的是什麼 建立我的小組要多人 我的群體要多人 我的教育要多人 這個其實不是錯 不過如果他純粹想他自己多人 他自己的群體多人 他只是為了他自己 就是為了他自己 而不是真的想祝福人 可能他也是祝福人的 祝福人的時候 最後的動機都是為了自己的 最好祝福人就是 我真的見到人 我就想幫他 想祝福他 反而是更加吸引人去跟從 更加能夠幫助人 因為人們看到的 日久見真情 人到底他的心是怎樣 會見得到 所以如果我們很想 我們整個人健康 是一定學到接受人的罪性 聯署人 建立人 而聖經就說到 你用什麼良氣量給人 神就用什麼良氣量給你 你見真人就祝福人 神就將很多的恩典給你 加倍的倒在我們的懷中 阿里尼尼哈 好嗎 好 好了 另一方面 環境和生活方式 都是我們建立整個人的健康的 能夠欣賞 享受處理環境 為什麼環境都是一個因素呢 有些人可以每天都看著周圍 哎呀好苦啊 周圍都好 很多困難 你看高樓大廈 四處都是煙 四處都是草草的聲音 如果住在這些環境的困難 他會覺得很寬鬱 其實環境有很多漂亮的東西 當一個人 你想想 每天都住在一個 周圍都是很多煙 很多霧 當一個人 時常看到環境的差 心境和生命都是一樣的 可能有時候我們環境不太好 周圍不是環境不太好 當我們去到好環境 享受欣賞和感謝主 現在香港有很多公園 其實比較上是好一點的 不是說過也好 不過有些比較上是好一點的 我們也可以從那些地方得到恩典 這個是我們也可以建立的 譬如你這間屋 有些人說 我亂了龍也沒所謂 但你亂了 你就令到你的人沒有那麼寧靜 在你屋裡 如果擺一些 例如一些 poster 一些擺設 是令你想到神的 是會令到你更平安的 cp104篇我們不讀了 就說到神創造這麼多東西 都是很漂亮的 偏地滿了你的豐富 全地都是充滿神的豐富 都是神用智慧造成的 就是我們欣賞這一切 亦都是欣賞這個環境 亦都可以爭取機會 當你可以去一些環境漂亮的地方 去感謝神 一路走一路讚美神 一路欣賞神的自然環境 那人都會更加開心 更加健康 另外就是團體生活 譬如一個人 他只是跟神關係 但跟團體沒有正常 健康的關係 都是有問題的 團體包括什麼呢 家庭 教會 工作的地方 和你的鄰居 都是一些 有些是有形的團體 有些是無形的團體 譬如鄰居是一個無形的團體 但大家有時候都會走來聊天 是一個團體 團體就是和諧 人際的關係 投入發揮生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能夠跟他們和諧 能夠人際關係好的 在這個團體裡面 能夠投入 亦都發揮生命 大家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呢 他是不喜歡和人在一起 他避開一些人 他覺得人人都不好 他不會投入教會 教會都是不好人來的 我不會投入教會的 其實這個是一種 奮世俗俗 就是接受不到人的罪性 接受不到 為何那些人會這樣 有時是見到某些基督徒不好 於是以後就定死了 教會都不好 教會沒有真正愛主的人 有時是注目在他們的不好 有時是處理不到這些人的問題 或者不能夠學到愛他們 或者建立到關係 有些人是不懂得建立關係 小學時不上學 就已經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裡 有時有些人不受 開始不喜歡人 到中學也是這樣 出來做工 又自己坐在一起 時奉神又喜歡自己做自己的 同一合作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個 跟團體有困難的生命方式 我們如果有這個困難怎麼辦 我們就能夠接受人是罪人 又祝福他 又關心人 又關心人開始做起 關心人也要懂得做 有些人關心人怎樣 猛問人是細節的 有些人會問 喂 你結婚了嗎 你賺多少錢 你醜生仔 那些人是叫關心人 有些人以為這樣關心 反而那些人見到會怕了 這也是一種相交的方法 那些人會覺得好 傳福音我們是要傳的 但是我們如果正是見證人 就是傳福音 你是不會成功的 你見證人只是傳福音 人人是怕了你的 一定是建立關係以後才傳福音 好了 那跟群體應該怎樣呢 接受群體必有罪人 接受不要緊的 有罪人死得的 神會祝福我的 就不要有一種排斥 人都是壞的了 還有你去找 你去找就能找到的 你逐個逐個找 一定找到不好的東西 這樣的時候 就會對群體不能夠投入到的 第二就是 能夠在一個群體 譬如是教育群體 投入敬拜 也能夠投入學習 和和人交往 和人交往 有些人是不能夠和人交往的 為甚麼呢 有很多因素 有些人會學回來的 因為他講真話 都是萬個講的 我沒有人講的 只有他講的 只是講他的問題 只是埋怨的 不懂得他聆聽人 是沒有興趣的 譬如我留意到有時候分享 小組分享 我發現很多人倒下頭 那人分享 結果有時候有些人看他 那個人萬個看 因為我一直在剪頭 快速回應 因為我是很有心去聽 其實他的事 不關我事 他在說他的家庭問題 不開心的 煩惱 我一點都不是覺得 很有興趣 知道他家庭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煩惱 我只是因為關心他 所以我想聽 所以他在說的時候 他的內容 不是令到我很振奮 即是家人怎樣對他不好 我不是說 我要多聽他的壞事 而我只是想祝福他 所以我會聽到人說的問題 或者任何人找我 去講他的問題 我都會去留心聽 去了解 因為就是出於關心 如果我們有這種關心的心 大家會不會 我都可以關心人 關心人是最好的 那你就越來越多機會祝福人 其實我發覺 這一段時間 真的時時有人找我 時時有人找我 這也是給我一個關心人的機會 能夠交往 以及發揮自己同別人 群體是一個發揮的機會 這個世界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群體 是沒有的 必定是有問題的群體 但這個群體就是發揮你的作用 如何去影響他 如何去建立他 以及發揮別人 如何去建立那些人 在士郎主義記載到初期九 我們一起讀 在士郎主義記載二章四十二節 都行心遵守事樂的教訓 幾次交接 抹病 疲瘋 四十六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 行切 接觸在殿裏 寫在家中抹頸 全日歡喜 誠實的心怨 讚美神 得眾民的喜愛 主因得救的人 天天 家不客戶 當他們這樣充滿喜樂 充滿關心 正常讚美神 有神同在的時候 就得到眾民的喜愛 神就將得救的人 給他 神就會做功 所以其實全福音 和建立小組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生命流露出 喜樂平安 讓周圍來到的人 都感受到這種平安 喜樂 感受到神的同在祝福 自然教會就會增長 但如果 如果心裡看人的不好,心裡煩躁,沒有平安起落 就影響不到群體,群體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由於我們個人自己,人生有意義和向著目標去 我認識一些基督徒,他以前跟我說過不同的基督徒 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做人做的到底是甚麼呢? 有些基督徒會這樣想,他覺得上班這麼辛苦 然後下班,回家又煮飯,吃飯,看電視,睡覺 又下班,又下班,又下班,天天都很繁忙 他就覺得做人沒有意思,因為他只是做他自己的事 在神裡得不到他的目的 但當我們發現,我們可以幫人,祝福人,去宣教 我們可以建立周圍的人,就會有方向 第一,意義從哪裡來?神的計劃來了 然後尋找神賜給誰的方向?自己 別人的方向未必適合你 每一個人有神賜給你的方向,你就尋找這個方向 那你說我尋找不到,你就做眼前可以做的事 眼前已經是你的方向,眼前誰幫到你就幫那個人 你幫幫一下,神就幫你越幫越多了 譬如跟我去遠孫,幫助人 你會發現,我可以幫到別人 你幫到別人,你就會有信心 然後呢,向這個目標 你知道這個目標,我可以做什麼 就不是好像有壓力之下去做 如果壓力去做,就會很慘 而是輕鬆的,但是呢,是努力的 努力地向這個標軍直跑,但是輕鬆地向自己的方向去 你越不輕鬆,越緊張,是不是越做得多? 不是的,越壓力大,你可能又會病,又會不舒服,又會睡不著 所以侍奉呢,如果你發覺睡不著 覺得很大壓力,就要調教內心 我們做,但不是背著來做 我們不能夠背著那些人,每個人都要聽話 你背著那些人,即是那些人不是每個人都聽話 在狼藥書十二章一到二章裡說到 將身體獻賞,然後呢,當作活祭 不要呢,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要察現到神這個善良順全可氣的旨意 你們找到這個旨意沒有呢? 你找到這個方向沒有呢? 可能你說完美,最完美的那個未找到 但你眼前有沒有找到一些位置你可以服侍的? 你眼前有沒有找到一些位置你可以祝福人的? 這就是你開始的旨意 你就跟著那個方向去 你可以做得的,祝福人,你就跟著這個方向去 這就是人生能夠得到意義 之前我所說的七點,我們都會重複再看 幫助大家記住 然後這裡就講到自我形象和自我能力 做一個侍奉的人都很重要是我的自我形象是健康的 以及有這個自我能力 如何建立這件事呢? 如何自我形象和自我能力呢? 自我形象就是我們會看我們自己是重要是寶貴的 可能客觀上我們的能力未必很多 譬如有些人讀書不好 那他是不是自我形象要很低呢? 不是一定的 有些人可以讀書不好 但他會找到他的位置 他知道神愛他 神體重他 他可以有平安起落 跟著他開始去 更多去發揮生命 更多去給主使用的 那自我能力呢? 我們信耶穌就知道神愛我們 看重我們 但如果你只是停在這個狀態 神愛我 神體重我 神祝福我 每天都是這樣 沒有進步呢? 很多人做不到 去教導做不到 去輔導人做不到 為人基督做不到 只是做到最簡單的 那時候 或者處理一切事的能力 都是要建立的 一方面我們看自己 我想問 你看自己 看自己是很寶貴 我們經常都會宣告 我是寶貴的 神體重的 但你回家的時候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繁榮的時候 你會不會經常看自己是寶貴呢? 你會不會經常在家裡 或者困難的時候 會不會經常說我是寶貴的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如果我一發現 有些負面的感覺 一進來 我立即會宣告 神體重我的 我是寶貴的 就算有些不順利的事情 不要緊的 神一定會祝福我的 好了 在這裡講到幾方面 第一就是 作為一個社交的人 很多人覺得 跟基督徒有沒有關係? 有的 其實聖經有講到這兩方面 第一就是有獨處的能力 第二有親密的能力 獨處的能力就是能夠單獨 孤單而不怕被遺棄 就是一個人而不怕被遺棄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有些人不能夠單獨的 在這個時代 有些人一定要 即沒有人 他就很 很害怕 很悶 很悶 立即要找些事情去做 一定要找些事情去刺激一下他 其實我們已經 單獨的意思不是說 你就單獨不做事 可以單獨做事 有些人就不能夠單獨做事 他一定要找人在一起 另外就是親密的能力 有些人是不能夠跟別人有親密關係 他不能夠有建立好的朋友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他沒有這個能力 第二是他怕 他一跟別人接近 有些人就不敢說自己的事 他不敢把自己說出來 我認識有些 即是曾經認識過一些人 他是 他永遠不會讓人知道 他一些的秘密 我不是說叫人說他的秘密 但他關於他的事 他全部是收得很穩定的 是沒有人知道他的事 他會收得很穩定 所以他跟別人的關係 經常都有一個距離 即是給別人一個形象 是一個好像很完美的形象 好了 讀處和親密 加拉太書一章十七節 一起讀 關於保羅馬 為讀阿拉伯去 後又回到大馬式 過年三年才上又殺阿去 見基法 和他同處去殺些 這個講到保羅 得到神的拯救他之後 他就去阿拉伯 然後去大馬式 過年十三年才去找其他門徒 即是他自己有獨處的時間 和神的關係 建立同神的關係 建立領受神的啟示 《三會記》上 又說到大衛和阿拉丹 是非常親密的關係 我們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一想就想到同性戀 他們不是同性戀 他們是正常的 不是一種戀愛的關係 而是彼此關心 彼此健康相愛的關係 大衛對蘇羅說完了 他說 《若拿丹的心》 與大衛的心 心相啼頭 《若拿丹愛大衛》 以同愛自己的性命 即是他與人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現在一起讀 《不倚靠人來得到安全感》 這就說到單獨的能力 我不需要靠人才有安全感 不是人對我好才有安全感 我因為我是神的兒女 所以我有安全感 就算我們被人拒絕 我曾經因為聖靈充滿被人拒絕 但我會一點都不懼怕 因為我知道神喜悅 我甚至對那人說 我永遠都不會因為聖靈而覺得羞恥 我不會覺得聖靈是羞恥 我不介意就算有些人拒絕 不緊要的 我一樣對他這麼好 一樣這麼平安 這個就是 我的安全感不是在於人怎麼看我的 有些人一定要說什麼 一定要有人認同才可以說 其實不是一定的 我這件事是真理 我就能夠放膽說出來 同時建立關係 可以一起讀一下 同時可以建立人接受 意見與人合作 這就是跟人建立關係 就是能夠建立人 祝福人 幫助人 接受人的意見 這是相處很重要的 別人提議我OK的 跟人合作 譬如在侍奉都有的 有些侍奉者 只是獨行合 有些情況是需要做獨行合的 譬如他宣教 一個人做獨行合 他做了一下 就不應該再獨行合了 他建立到一個人 就是跟人合作 那個人不成熟 不過不要緊 慢慢建立他 總之見到有人 我們就跟他合作 一直慢慢建立 這就是能夠跟人相處 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就是看到每一個人的潛質 雖然我知道他不好 但我會看到他的潛質 另外這個就是行為行動的主體 意思是什麼呢 你能夠做事 你的行為和行動 即是你 作為行動的主體 即是你可以有行動上的決定權 有幾樣的 三四五一一起做 自我推動的能力 即是我有推動我自己做事的能力 例如你會否自己推動自己去看聖經 你會否推動自己去祈禱 去幫助人 這個是自我推動的能力 還有創意的能力 創意的能力就是什麼 你會想想怎樣做得更加好 我怎樣可以傳福音更加好 我怎樣講信息更加好 我怎樣分享更加好 和建立關係更加好 即是你有一種能力 我能夠推動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我能夠推動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我可以推動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我如何推動自己去做得更加好 黃白書七七十八節 立志為善由得我 我指示行出來由不得我 很多人想做 但做不到 行出來由不得我 即是他做不到 保羅講到這些事情 但他也講到自己 公克己身 叫身服我 即是他講到這個裡面 是有個罪性情的 由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一起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去運行 我要成功的美意 就是他會立心去做 然後做出來 是神在他裡面運行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有時候人可以做不到 但是當你給神去做功 你可以做到 即是有這種推動力 有這個推動力 我自然從神而來的推動力 我可以向前去 譬如像我現在來說 我是很想達到幾個目標 第一 將我的教導寫下 去建立這麼多人 訓練這麼多人 去宣教 去訓練不同的教目 這麼多平信徒 委身的平信徒 我是有這個動力的 我是一直推動我自己 向前去 我是很想靠著耶穌去做到這些 有這種動力 那你來講 你有什麼可以做呢 現在你開始為人服侍祈禱 輔導 你開始有這個方向去 參與宣教 你就開始去 有創意 即是怎樣做得更加好呢 譬如我時時講信息 我都要想一下 怎樣說得更加好呢 說得別人聽到之後 覺得有動力呢 有些人做事就會怎樣呢 經常做來做去都是差不多的 他不會想一下我怎樣做得更加好 更加改善的 另一方面 我也都使用我周圍的資源 有時候我會問一下我太太 在這個信息 我可以怎樣說得更加好呢 有些什麼地方我講得不夠好呢 我會去 請他幫助我 他給我意見成 我也會接受他的意見 這個就是我們在創意和委身 我願意委身 我有這個心 我委身 很多人想侍奉我 但不肯委身 不肯進入 我們求助幫助我們 成為行動的過體 自我察覺的過體 這幾張都是我以前的相片 以前我有很多頭髮 我從小時候 當然是從小時候 我們過去也有小時候 這是從小時候 這是從小時候開始 我講到一件事 自我確認的能力 相信自己有內在的價值 我有待人的能力 自我確認 我知道這個是我 那當然知道是我 我知道我是有價值的 我知道我是有神 有特別的計劃的 我的生命是有個目的的 你會不會這樣相信呢 有些人是真的不能夠確認 這些事情 他經常都覺得我很慘 我沒有用的 我做什麼都做不到的 我是很苦的 在這個自我確認上 他不能夠確認 我自己身份的造業性 接著就是自我延續的察覺力 就是確認自我一生 有回顧和前瞻的能力 我要看回我小時候 我有什麼好的質素 有什麼不好的 我在成長的時候 我有多少進步 我還有什麼進步 看到我內在的質素 看到我自己向前去 怎樣可以更加去發揮 能夠接受 其實現在來說 對我最直接 最清晰的提示 那個是我太太 她會說不同的事情 就算有些很少的事情 她會問我 你怎麼回來了 我會回答她 很多事情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走 她說 我問你怎麼回來了 你回答我 你可以回答我 大約 十點幾 十點 九點幾 九點到十一點之間 回來 你有一個慣例 但我怎麼告訴你 很多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怎樣 她提了我幾次 我就開始留意 到底我是不是回答她 問題 因為我只是把我內心世界 說出來 這也是一個提醒 例如聆聽人的需要 人的感覺 我願意去留意 而很重要的事情 當我聽她說的時候 我不會被冒犯 我不會說 那你即是看不起我 或者心想 即是 我做不到 即是你也不喜歡我 我不會這麼想的 我會覺得 這是她愛的行動 我會欣賞她 我會 繼續努力 做不到 我會告訴你 不要緊 繼續努力 做到我有感謝神 我有進步 即是這一種的 自我欣賞自己 不是自戀狂 不是好像說 哇 好像自己 只是看重自己 我是因為神的緣故 我看重神 我心靈的計劃 就確認自己內在的價值 和能夠回顧前瞻 比如《比書4章13》 我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什麼都做到 即是這個確認我內在的價值 我是有從神的價值的 《比書3章13》 《比書3章13》一起説 《弟兄妹》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腦力面前的 以前的不好的事情 是否有一天去想 不用想 人家對我們不好的事情 是否有一天去想 不用想 因為人就是有不好的 不重要的 沒有所謂 以前做過我怎樣 以前罵過我怎樣 現在都沒有罵 放手 已經成為過去了 這就是能夠回顧前瞻 以前有的人發生了 放手了 以後我怎樣肯接他 幾個東西一起讀 我是寶貴 我有訓練 這裏說兩項 一個就是我身份寶貴 第二 我接受訓練來加強我的能力 我們不是說 耶穌愛我 每天都說耶穌愛我 就停留在這裏 我也要接受訓練才能夠提升 第二 我有為主使用生命 這個訓練之後 我用了 我有為主使用生命 接著我繼續努力師傅 這就是看到 由價值 首先由價值 去到訓練 使用 然後怎樣向前去 在你的生命 有沒有這樣的目的 有沒有這樣的方向 有很多人就會有 不過一會兒做兩下 又做不到 接著又失望 但其實 不要緊 做兩下做不到 繼續再努力 再找方法 怎樣做得更加好 好了 這些作為經驗的主體 即是能夠經驗到不同的東西 第一 是什麼 自然開放的來理 能夠經歷不同類型的情緒和情感 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譬如敬拜可以很開心 很開心 當我們有覺得 譬如有壓力 有些人只是經驗到壓力 我們可以經驗什麼呢 在壓力釋放出來 我們可以 即是在困難之中 我可以不計較 我可以在困難之中 只是數數神的一年 只是祝福人 這就是能夠自然開放 經歷不同的事情 我可以放心去經歷 我可以放心去拍手 讚你主 也都放膽去分享信息 是勇敢的 接著第九 享受快樂的能力 很多人不懂得享受 他經常都覺得很苦 很難 就算我們苦的時候都可以享受 例如你覺得很苦 可以什麼 立即就享受一下 感謝耶穌 哈 放鬆個人 深呼吸 我可以享受深呼吸 我可以享受深呼吸 享受吃東西 不是叫你不開心時 猛吃東西 我可以享受一些我喜歡做的東西 也都享受神 這個享受的能力 是令到我們的人得到醫治的 然後呢 自我安慰的能力 就是我們被人傷害了之後 能夠懂得安慰自己 這些都是健康的質素 如果在這些質素上沒有的時候 就會有困難的 我能夠開放的經歷 我能夠喜樂 我能夠安慰 那正經不同的例子 講到他們的經歷 《三位記下》 《六章十四節》 大衛呢 怎麼樣 他在耶華面前極力的跳舞 即他是不介意的 大衛真的沒有所謂的 不要緊的 寶羅都說 不要緊的 人體外瘋狂 不要緊的 即是他能夠很放心的 《七十七篇》第二節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這就是一個人 在當時來說 他不能夠經歷到喜樂 《七十七篇》是非常好的 是講到詩人 最初很不開心 他說他祈禱都覺得很沉重 但他後來想回神的恩怨 他的心就鬆軟 但他起初是心不肯受安慰 但有些人就停留在這個狀態 一直都不肯受安慰 《四人圓》九章三十一節 就講到不同地方的教會 他們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他們給神的安慰 我們都每一個人需要安慰 我們每一個人都受過傷害 別人說了說話 我們就給耶穌醫治 耶穌愛我 不要緊 人對我傷害不緊 可以放手 我可以在神裡面得到安慰 耶穌愛我的 這些是我時事都做的 我時事都做 時事都令我自己得到安慰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是靈性即是同性關係 整個人的健康 第二是身體的健康 第三是心理思想 情感 情緒和前意識 然後呢 人際關係 如果你發覺 其實一個人 如果他說 他人際關係不好 他很難有起落 但我們起落又不是靠人的 我們是要學習 不給人影響 但我又祝福人 如果一個人 他只是自己 當然這個是可以的 譬如你 在受大迫伯的時候 你周圍一個人都沒有 你只是自己一天親親神得力 都可以的 但的確我們現在周圍有人 有人的時候 我們如果跟他們沒有健康的關係 我們就很難有平安起落 所以這個都是要我們留意的 我們的環境和環境能夠 有一個健康的關係 欣賞環境 團體 跟教會 家庭 鄰居 工作的人 或者你工作的地方 那些客人 人生有意義和目標 這都是一方面看健康的 我先說 我再溫一次 我們看這幾樣東西 就是作為一個社交的人 能夠獨處和親密 我能夠單獨去祈禱 單獨看聖經 單獨自己做自己的事 不會覺得會 有些人不行 他不能夠長時間自己單獨做事 所以他很難有大的成就 因為他不能夠長時間 其實我寫好的都是用長時間寫的 是很長時間去研究的 這就是能夠專注的能力 但也能夠跟人有口的關係 能夠跟人有心的關係 大家就想想 如果我不能夠獨處 為什麼呢 我怕一個人 我因為不覺得悶 那就要醫治 要處理 怎麼能夠一個人都覺得平安 因為有神 我可以很平安 沒有人都不要緊的 跟人親密 有些人都很害怕 因為怕 他知道我的秘密 他就會不喜歡我 有本書 英文就是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為什麼我很怕告訴你 我是誰 然後他下面那一輩子就說 因為如果我告訴你我是誰 我只有這麼多 我怕你不接受我 有時候人就不敢說 他在外面 怕別人知道他之後 就不喜歡他 接受他 這就是他沒有安全感 安全感靠人 但如果我們說安全感在神那裡 我想問問大家 你是不是每天因為神而歡喜呢 因為你因為人受了很多影響 如果你因為人受了很多影響 你的心就會不健康 就會不開心 但如果你每天都在神那裡平安 你就會能夠保持平安喜樂 因為社交和人相交易 然後就是行動 這個人健康 能夠有推動你的行動 有創意 能夠衛生行動 這裡說到一個人各方面的 就是他兩年的健康 而且我能夠確認我本人的重要性 我的價值 我現在看到我的以往和將來 你看回你的以往和將來 你小孩子很小的時候 有些人小時候很開心 大了慢慢不開心 有些小時候都不開心 大了又繼續不開心 後來信主又開心些 後來又沒有那麼開心 到底我們的歷史是有什麼影響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就問問問自己 所以有些人都會寫一些 他的生命圖 以前是怎樣的 有什麼發生過 我家人離世 然後我就被人傷害了 我被人傷害了 以後我被人傷害了 以後我被人傷害了很多年 有時候人就會這樣 我們就問 為什麼他傷害我 我以後要被人傷害了 我以後要被人傷害了 這些要處理 然後就能夠開放 開放的 經歷不同的情緒或者情感 也都能夠享受快樂 又能夠自己傷心的時候 都能夠安慰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 全面性去檢討 當大家正先聽完所說的 你會覺得自己是有多健康呢 不要想理想 應該是很健康 還有我們實際上 你平日是不是每天都平安喜樂 每天都說 我做我真的好 有些人不能夠說這句話 不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是苦命的 是慘的 是被人傷害的 或者你會說 我的生命是很寶貝 我前面是光明一片的 前面向前去是非常好的 其實我人生 我是經歷過被人傷害都很嚴重 我亦都曾經被人傷害到 會害怕 心亂壓抑 好像刀割 法務會想回那些說話 但我感謝神 在過程中 我一直被神去醫治 尤其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越來越醫治 我是學習到分辨 不好的我不要 其實很簡單 垃圾不要吃 污水不要喝 不好的說話不要受諾 聽完我分辨到 我就繼續選擇 平安喜樂 平安 我們整個人就會平安喜樂 健康 並且整天同神 我越來越 神是一切喜樂的來源 有神我就整個人喜樂 神就提醒我 從人的喜樂總是得少少 總會有 不過是很少的 不長久的 譬如說 你大佬的人說人數是開心的 但你不會天天都想回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這樣 就是因為以前 全福音救過的人 以後的喜樂就是那次 是應該我們繼續跟神的得到力 但你繼續幫人是會開心的 但如果你說要依靠幫到人的開心 有一次你幫不到又會失望 所以我們始終開心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但幫到人我們是要感激神 感激神我幫到人 我可以繼續去 我做不夠好 我怎樣改善 大家能不能夠用這種正面心態去看生命 即是說我們作為一個輔導人的人 或者一個服侍主的人 我們想全面性健康 一定是整個生命處理 我們一起在世面前抱抱 耶穌耶穌帶領我們感動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求你幫助我們看到我們的內心世界 看到我們的思想情緒 我們的前意識到底有多少健康的 有多少不健康的 祂耶穌你醫治我們 讓我們知道人總是會傷害 我們從人那裡一定會有一些傷害 但我們可以不受這些傷害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很寶貴 是很重要 是神特別買屬 特別創造我們 特別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神要大大使用我們的 我們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 主要幫助我們珍惜我們的生命 多謝主我是我 多謝主我是我 多謝主實理創造我 多謝主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雖然有人傷害過我 但我慈免的路 可以越來越光明 阿里路人 每天靠主耶穌有奇妙計劃 可以選擇不被人影響 可以選擇從神得起落 選擇發揮生命 叫我有一天去到神面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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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我曾經活過 感謝主 我曾經活過 我曾經祝福過很多人 我曾經祝福過很多人 我又經歷過很多開心 我又經歷過很多開心 感謝耶穌 阿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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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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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要講這主題呢 因為一個師奉的人 一定是要全面勝處 你身邊 可能有些人忘了哪個部分 但是你可以看回這個影片 還是看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與人相處 你和群體有沒有投入,人的問題有沒有影響你,你自己能否選擇被人影響,這都是我們健康的因素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